國務機要費的問題 以前在立法院 已經對於特別費有的規定 現在通通都是要單據 實在不需要再做其他改變 我想這都是有點容忍自擾 沒有必要 關於這個房光彥先生的事 當然我們很遺憾 聽到這樣子的消息 但是司法歸司法 司法單位應該也是要把 沒有查完的案件查清楚 才能夠對人民交代 那民進黨也不要認為 好像不想違法就用修法的方式 這不是法治國家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不要為個案 而是要整體的考量 有非常多的議題 國家有非常多重要的議題 我們都一起來考量 若有任何的不公 是要為全民申冤 而不是為個人申冤 我猜這個應該是為了解決 陳水扁的問題吧 因為陳水扁 他事實上也沒有在坐牢 也沒有在受到拘禁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自由的人 所以我在想可能民進黨 乾脆趁這個機會一律解決這個 遺留下來的問題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不要搞錯了 陳水扁涉及案子 不是只有國務機要費 那是不是要把其他的貪毒案 一起除罪化 反正我們柯建民的兒子 運毒因為具名運毒 涉及具名運毒 那我們檢察官都可以不起訴 台灣乾脆法律修一修 只要民進黨黨會通通無罪 通通除罪的話這樣最快 民眾人的立場當然是公開透明 國務機要費到底應該要 是不是跟特別費 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首長的一些特殖費這些 其實也應該要公開公布給國人知道 在外面 入口先讓大家要用 公開公布